MING PAO TORONTO 哈囉 我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Catie 這次其實我會去米蘭 就是因為它的新品發表 去之前我就已經有先試用 三四個禮拜吧 我原本一直以為我皮膚保持的狀況 是非常非常好的 用了之後才發現我皮膚還可以更好 因為小中品其實是抗老初階的入門班 都是會選擇小中品 就是屬於比較清爽 然後延展性非常好的 透過這樣簡單的按摩手法 就加強你臉部運動 可以讓它比較進食 那這一個呢 它就是一個晚上使用的 算是一個夜間精華 它的質地是比較濃郁 它是有一點點類似精華乳 它抹上去還是很好吸收 可是它會在你臉上 好像形成一種保護膜 這兩個東西加起來啊 就是會一加一 真的是大於二 突破極限的好 然後毛孔啊彈性啊 都非常非常厲害 其實身體我比較不會說 去做太多太複雜的保養 皮膚暗沉粗糙的時候 最簡單就是去角質 它可以馬上回復你整個光滑度 但是我之前去加拿大 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品牌 就是從來沒有看過我們分享 叫做New My Nature 它主要是比較天然的材質 我就買了它們一個腮紅啊 它會讓你的臉變得好像 自己透出來很漂亮的光澤感 然後顏色非常非常有自然 頭髮的噴霧 如果你不會天天洗頭 可是你頭髮非常非常容易扁塌的話 這個很好用 它就等於說是乾洗髮加定型液 這個噴完不會有白色的屑屑 然後味道也很剛好 我覺得正常的作息 是對於你的皮膚保養 還有整個身體狀況 最好的保養方式 只要你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確的 就沒有人能夠打倒你